民国启蒙大师们为什么舍尽求远 启蒙是什么 启蒙是让人从懵懂无知的状态逐渐的开智 但由于中国历史上延续了2000年皇权专制 以至于所有的文化都成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 唯独一个仁义理智信算是对人的基本道德要求 还算是中规中矩没什么问题 这毕竟不妨碍王朝政权 随后即使忠孝二字都免不了要遭诟病 所谓的忠 忠的是君 忠的是当时的皇帝和政权 所谓的孝 无非是让人到中年以后 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儿谨言慎行 让养老之责通过律法的强制 以及文化风俗潜移默化的影响 让老头老太太们有儿女就有人养 没儿女就活该没人管 这么搞的话 当然要极力的想办法娶媳妇生孩子 不管多难也得养大他 不然自己老了就没人管了呀 有了孝这个东西 间接的让人口繁衍成了头等大事 有了人口的繁衍 就有的是姚毅 有的是打仗的兵员 有的是人口了才有的是赴税 有的是银子了才有的是兵马粮草 有的是兵马粮草了皇帝宝座 才坐得安稳踏实 而启蒙这玩意儿对于皇权专制时期 显然是种奢望 所谓的启蒙无一不是从小就给志同们 上一层又一层的压缩 哪里会有什么真正的启蒙文化呢 不读书的话 长大就是大字不识一个的莽夫 被读书人玩弄于鼓掌之中 被朝廷驱使 被整个社会要么当个工具人 要么卖苦力活命 要么靠给人卖命活命 读书的话就要从小接受皇权文化的洗脑 表面上是儒家文化的外衣 内核却是法家文化的根本 而法家要的就是便于统治的渔民 怎么可能会有真正给人开治的启蒙呢 有人说历史上那些传统文化中也有好的 对此我当然不否认 这就好比在一堆石里面有几粒黄豆 但你挑的出来吗 如果在过去的那些文化和作品里 能够让人启蒙 也不至于到了晚清的时候 已经不知不觉中于整个世界脱节很久了 经历过从晚清走向民国的那些先驱先贤们 哪一个不是留学回来再给人做启蒙呢 哪一个是用那些皇权文化的产物去普及教育呢 如果从所谓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里 所谓的四书五经里 可以让人摆脱愚昧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 这么多人还有必要舍尽求远吗 当初的蔡元培胡适陈颖克王国伟等人 即使小时候读了这么多洗脑的东西 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 还是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还是选择了外出学习 然后开办新式教育 用新的思想去启蒙 如此之多的国学大师在文化层面上 都没有什么东西方之争的概念 好的东西即使是别人的东西学就学了 而那些传统的精华该研究又研究 该扔的就毫不犹豫的扔了 但遗憾的是一百多年过去了 我们依然在启蒙上没什么长进 当我知道在2022年的今天 三字经和弟子规依然被许多人 当成孩子的启蒙读物 我就知道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与启蒙 又一次与世界脱节了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不如从前 起码百年前还有蔡元培 胡适 陈颖克 王国为者等人物 今天还有谁呢 易中天说了句三字经和弟子规是毒药 就被骂得狗血淋头 这是要干嘛呢 再把黄泉文化的产物捡起来嘛 有家长觉得这玩意没毛病 喜欢让自己的孩子毒就毒去得了 易中天只是提了个醒而已 而我的观点就更简单了 我就直说了 这是使 吃不得 教育部门都不好意思说把这东西做启蒙 反而那些什么也不懂的文盲家长们 倒是上赶着让孩子读这玩意儿 从这个层面上来看 也证明了我们在启蒙文化上的极度缺失 同时也证明了百年后的今天 并不比百年前的人们 在思想观念上先进多少 反而不少人比百年前更落后了 就从这个东西方文化之争上就能看出 此时的人比一百多年前 内心更敏感也更脆弱 甚至更自卑 因为只有极度的自卑 才会诞生这种什么都想一较高下的思想观念 试图把别人踩下去 以证明自己的优越性 这种既不像现代人包容 又不像古代人谦卑的思想观念 明明一百多年前就已经确认了落后的那种皇权文化 确认了那就是束缚思想 束缚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东西 为何一百多年后又突然信心满满的拿出来 并且还瞧不起全世界了 是的呢 真如此优越 这五百年来让世界从农耕文明 进入工业文明的发明创造 怎么就不能从这种文化里诞生呢 真如此优越 现在所有的物理化学知识体系 怎么就不能从这种文化里发芽呢 还不是因为这种所谓的启蒙 除了为皇权真治培养奴才 一点开治的作用都没有吗 民国第一批启蒙大师们选择了舍尽求远 难道是不如这些什么也不懂的文盲们会分辨吗 别忘了 对于所谓的传统文化 他们之中任何一个拿出来 都比当下的大师们懂得更多也更精通 他们为什么要放弃那些所谓的传统 而学习西方文化呢 难道一百多年前他们就拿了美国人的钱吗 为什么现在的大师们又开始鼓吹这些东西了呢 为什么现在的家长们又觉得传统文化行了 难道现在人们的文化水平这么高了吗 随便一个人拿出来都比蔡元培 比胡适 比春颖克 比王国为强了吗 这些动不动就吹传统文化的人 已经比他们更懂东西方文化了吗 如果是这样 岂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当民国的北大校长 当北大导师了吗 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知道自己不如他们那些大佬们 可现如今的许多人可就未必了 明显在跟蔡元培胡适等人拼文化素养啊 这是无知且自信 说的就是这些不知道自己是文盲的文盲 在这种层次上的文化素养 是学历无法弥补的差距 即使是如同古代近世的博士生导师 如果不懂这个 也不妨碍其拥有文盲的本质特征 不用怀疑 我说的是当代所有大学 就会有练习的文化素养 但不加有文化的文化素养 比证度凡能